一刀切開滿滿紅豆 濃濃賣香的歐風麵包 振威要華員工搶著買 更是鴻海集團總裁郭董 開會指定必備餐點 他的法式麵包還滿有名的 他又不可能翹班 一直來我們這邊買麵包 振威啊 包含鴻海 都希望我們去他們的廠裡面設分店 六年六班林彥華國中畢業 麵包學徒起家 十四年後自立門戶 現在一天就出貨二十萬顆 單點月營收突破兩百萬 意大利還有德國還有法國 這幾個國家去學習 自己辛辛苦苦培養的師傅 還會被人家挖腳啊 人變少了嘛 臨時沒辦法補齊 我們想要的技術的人手 所以自己就順順的做 科技廠工程師翹班也想吃的麵包 原來秘密有的家 我們養的菌種去改變它的風味 跟改變它的柔軟度 所以我們不需要加大量的油跟糖 用天然橡膜的麵團一大桶蔓越莓大方撒 反覆發酵三次過後還要幫柔嫩麵皮整形 據說這蔓越莓是郭董的最愛 拍揉麵團的時候 你不能用手指去戳到它 你戳到它它破皮的話 它保氣性就會不好 相對的你保氣性好的話 它烤出來的麵包的體積跟外觀 就會非常的漂亮 送進石板烤爐 215度高溫等16分鐘 紅海人團購最愛蔓越莓起司 就能滿是飄香 這間很有名在我們常區裡面 所以常常大派常農 所以有時候就過來吃 麵包雪徒搖身烘焙大亨 靠紮實用料評出千萬商機 東森台經新聞 下面新航空園台北報導 進石烘焙大亨 在垃圾上 以致電給宵 المثال 將來自封